互動最緊密的意思 可以這麼說嗎? 互動最緊密的意思 對最緊密的 就很難啊 他非常難 他對鋼琴來說很難 這次我介紹的曲子呢 都跟我自己個人有很密切的關係 通常二十世紀的音樂 大家都認為是比較抽象一點 可能聽習慣這種有點浪漫派的東西 可是其實二十世紀的音樂 所以也很好玩 這裡面大部分的音樂 都是故事中還有故事 拿Polgy和Bess來說好了 算是在美國當地早期的一個故事 男主角Polgy是一個乞丐 他是斷腳的 他在想辦法跟他認識的一個女生叫Bess Bess呢 其實他的生活的環境也不是很好 家庭的環境也不是很好 他還有一個一直在掌控他的 賣毒品給他的一個人 這裡面表現出很多 我在美國長大接觸到的一種文化 因為我剛到美國的時候住的家庭 是一個黑人家庭 African-American 他們的親戚呢 其實就是住在South Carolina 就是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 Charleston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音樂非常有一種面前的關係 更別是說 我在演出這些曲子的時候 是跟一個很出名的女高音 她也是黑人 她說她第一次在大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就是唱Gushman這首Polgy & Bad 我在跟她演出的時候 她跟我講很多有關這方面 該如何表達這裡面的一些爵士的element 或是一些美國folk tune的element 或是一些所謂的黑人的attitude 她正好去年又過世了 所以我選這個曲子 也就是在回憶她 老師剛剛提到說 概性的這首曲子 老師有跟剛才的鼓勵 她有怎麼跟老師說 整個黑人的... 她叫我跪下來啦 為什麼呢? 因為Polgy是缺腿的 她叫我跪下來啦 她叫我去感受一下 當你看所有的東西 都是比你高的時候 你是一種自卑感的時候 你要怎麼從下面唱出你的心聲 她也跟我說有關這種attitude的問題 我們今天錄製這首einnecessary 其實是一種非常美式 在street上面的說法 裡面其中另外一個角色叫Sporting 她是一個drug dealer 在美國 我們很多的時候會看這種賣毒的 有用一種異色的眼光去看她 可是其實有的是為了生活所避免 因為她早上的環境 並沒有什麼正面的方向或教育 所以她自然而然就變成這樣 她在看著所謂的聖經裡面的很多與關 人要怎麼做事情啊 她才可以上天堂 才會得到好的回報 或是什麼叫righteousness 就是當你做事情 什麼才是對的 她認為很多事情 不是她生活長大的接觸 她說einnecessary so 以她的生活的經驗來說 這不一定是 這裡面也有很多不同文化的衝擊 這個就是我認為二十世紀 音樂好玩的地方 那跟我個人也蠻像的 因為其實我雖然說是台灣出生的 可是我人生大部分的時間只待在美國 我待在美國待了二十世紀 所以對我來說 一到那邊接受的文化的衝擊 到後來慢慢覺得我自己好像是一個美國人 然後回來以後 剛回來台灣工作 又覺得我自己好像又跟台灣人的思維又不太像 回來又花了一段時間在習慣 所以我一直在承受這種二十世紀這種 在國際間跑來跑去的這種雙重 或是多重融化的成長的感受 所以這個曲子對外來說也蠻有意義的 那這裡面還有其他的曲子也都跟我蠻有關係的 像是荒狗寫的 Much Ado About Nothing 這是莎士比亞的劇 是我剛到美國第二年 我的Holtz Family帶著我到馬里蘭州立大學 後來我去念博士的地方 它那邊正好有一個戶外的一個theater 然後我正好就是去看這部劇 我從頭到尾都看不懂 你想看十四歲的孩子英文也不懂 我就一直在問說 大家是不是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然後跟我一起去的 也是童年圓的小孩 還有他的父母親 他就說 It's about nothing Nothing 後來我自己在進入美國的高峰的時候 讀了這本書 然後就慢慢了解說 這裡面的矛盾的地方 無事生非 也許是一個蠻好的翻譯 可是也好像 班人在吵架說 你為什麼要為這麼小小的事情發脾氣 你為什麼這種小小的事情這麼在乎 其實就是人生當中這種小小的事情 夫妻之間的不信任 或者是 兩個人在剛剛產生愛情的時候 想要到底知道說 對方到底喜不喜歡我 這種芝麻蒜屁的小事 在人生當中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選了這個曲子 對我來說也是 我早期在那裡的故事 更別說 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幕府人 組曲的第三首叫 Garden Scene 所以我小時候在聽卡帶的時候 其中有一張卡帶我非常喜歡 然後那一首 我小時候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也不曉得說這個曲子到底是什麼 孔孔孔我小時候也不太認識 所以呢 我聽到這首Garden Scene 我就一直聽 我說怎麼這麼好聽 怎麼這麼好聽 後來我自己看了這齣劇之後 去接觸了這個曲子才發現說 我可能還是這麼回事 這一次還有另外一首 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就是我今天跟如老師有錄的 Lotus Land 它是一個英國作曲家 在很早期1905系 這個英國作曲家Serial Scott 它有英國的德布希之稱 在1900世界博覽會 在巴黎取行的 那個時候讓全世界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每個國家變成是沒有國家界限的 所有的文化背景音樂 是可以被借用的 因為大家做了一個很大的教練 這首裡面有很多 中國傳統樂器的聲聲 比如說中間有一段高音是模仿二 這裡面有一些半音也都是在模仿我們的方題 或是那種木製的笛的聲音 Piazzolla呢 他自己個人也是 從阿根廷跑到法國去學作曲 然後他老師對他一直不滿意 有一天 不小心把他自己寫的 他家鄉的一些Tango的東西 一起附上去 老師看到說 嗯? 是什麼遊戲? 他說我自己隨便亂寫 可是這不是 這不是可以登上大堂的這種 那我就要寫這個 所以才開啟了他的人生 有另外一個高峰 我認為 Piazzolla 為小燕寫的東西 實在太少了 然後呢 我特別喜歡大地形這首 The Grand Tango 所以我自己到處去看看有沒有人改變 的確是有 Giton Kremme有改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歐洲的一個小西亞有改變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因為這裡還可以做一題修改 這裡還可以做一題修改 所以等於說把這些人 他做的一些修改 當一個基礎 我自己在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在跟他合的時候 還得跟他解釋 尤其不是我自己抄下來的 是從大地情譜 靠做一些調整 改成效益性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希望是 每一場都有我自己改編的一首曲 卡曼幻想曲呢 自己也有一個小故事 它是我大學時期一直在拉 可是一直沒有機會上台 我記得我第一首上台拉這首曲子的時候 是在美國一個很出名的音樂節 還有間音樂園 它叫 海菲茲國際音樂園 台灣有很多學生 現在都有去那裡 我是那邊的老師 那個時候呢 我就被要求說 現在我們正好有一場演奏會 是在7月4號美國的國際演奏 我說那場 讓所有的老師都上去表演 你可不可以壓軸 然後辦單位 希望我拉三首曲子 最後一首是扛換壓軸 然後上去拉 那首拉完整個新年 大家就出去看演奏 我記得那是我 大概這首拉最成功的一次吧 第一次上台 我的處女座 所以對我來說 那是我人生一個挑戰 因為我覺得一般人不太敢這樣拉 在那個當下當中 我對於這種所謂的高技巧 高技術的曲子 有那種不安全感 完全在那時候放下 所以它也是我自己 個人的成長的故事 Plunk 是我一直都很想演出 然後我到回來台灣以後 才接觸的曲子 因為其實在我的學校 好像那時候 對這個曲子有興趣的 大概只有兩個人 就是我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他不像一般我們熟悉的 這幾個大排的 作曲家寫的東西 所以他一直以來 都是放在我的 secondary list 然後到後來 我回來接觸的時候 發現說 哇 活動真棒 而且曲子裡面 特別是 知道這個故事以後 因為它是寫給當下 在法國有很出名的 小雷霆家 Geneanne Lebu 給他演出的 也很不幸 這個小雷霆家 有一個非常 tragic的ending 就是他 好像是在飛機 墜下去的時候 死掉了 所以這個作曲家 為了紀念他 還在最後一個地方 做一點點修改 去味料說他這個死去的 跟他一起把這個曲子 撐托起來的 一個小雷霆家 所以結束 反而不太像一般 這種所謂的 眾名曲 那種輝煌的結束 他反而很 帶一種追思 但是是非常tragic 非常帶有死亡氣息的 一種意境 所以這也是我認為 只有二十世紀的一些 作曲家 才真的會去探討的東西 都把音樂的裡面的 所謂的旋律性啊 歌聲啊 都要照顧得很好 這些二十世紀作曲家 完全不想做得到 他只想說 你要聽得懂 你得想辦法聽得懂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要詮釋這樣的曲子 變成說我自己的人生的經驗 還有我自己 對於我樂器的熟悉度要更好 才能夠把它表現好 所以就算是挑戰自己 我覺得這次鋼琴曲目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必須在跟小黎琴合作之後 非常注意到自己的角色出手 譬如說我們有眾名曲 眾名曲是真的寫給 鋼琴這個樂器 還有小黎琴 而且兩個地位 基本上是平等的 而且都差不多男的 所以它是一個 互相在支持呼應的角色 那像卡門幻牆曲這種 它是本來寫給樂團 然後再改給鋼琴 無論在彈奏還有寫作上 我們就把 劉老師襯托到非常的閃亮 那我們工作就算了 完成 所以像這種無法要後退 退的 不要搶別人的工程 那中間最特別的 像Piatola這一種 它其實也不是真的寫給鋼琴 但是又不像寫作曲這樣 你又躲在後面 它算是一個萬用的組合 所以像Grand Tango 它可以給其他的東西 當然也可以跟鋼琴 所以你說鋼琴 雖然不是真的那麼 我們講Pianistic 就是它的技術上 它的邏輯 它的寫作上 不是那麼的鋼琴 但是也不是說 你可以躺在後面 你表演就好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個角色 所以鋼琴與中間非常特別 如果來的人 對於我在做什麼事情 很有興趣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 觀察這三類不同的曲目 中間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我怎麼呈現我的音樂